又到了采蘑菇季節 這蘑菇一桌子一桌子一堆一堆的 都是這麼裸著來的 又黃肉又厚 杆還粗 主要是香味很濃 我又可以吃小雞燉蘑菇了 朋友們 跟大雨傘似的 剪了個大鍋牛 拿走 哎呀水亮起來是飽啊 處處有驚喜啊 采蘑菇真的太上眼了 哎呀 這剪了個多 我牛 踩著什麼悄悄的 我們在山上人也多 踩到了 你看看 看這蘑菇 現在采蘑菇這得不自生 偷偷的 所以我媽喊我才出生 怕別人發現卧子 啥叫卧子 就是這一片都是蘑菇 明年這一片還長蘑菇 好香啊 啥也不說 趕緊踩一把 長得真好 這個麻子給我剪了 又撿了兩個烏牛 你看 是采蘑菇 是烏牛 知道蘑菇長在啥地方嗎 看看 松樹毛上 它才不長在土上了 全都是 植物的葉子上面 往上遮麻給遮的 滿手的刺 什麼叫腐植土 這就叫腐植土 上面全是樹葉 等它明年的時候又爛了 就是年復一年 一層一層的樹葉堆積起來的 這可是我們第一道道的山泉水 那邊有個泉沿 一年四季不停的往上流水 冬天的時候就冬不上 冬天的時候頂多是這邊的水 表面凍上了 但是底下還是會有 冬天的時候只是表面的水會 冬天的時候只是 冬天的時候只是表面結冰 下面的水還繼續流淌 山泉水 賊涼 想辦法賣過去 還得讓自己鞋子濕 看看哪個地方能行 給小天的瓶水 拔涼拔涼的 這個可以 它這石頭有點滑 手機差點掉進去 朋友們我找到兩個寶貝 一是人参 野生的 二是蘑菇 因為我現在認識人参種子了 人参這個季節打枕了 來吧 讓我薅下了 拿在手上一看不是人参 下面根莖是圓的 上面這個枕也不是人参那種樣子 只是象而已 我還以為碰到野山深了來驚喜了 剛剛看到了一隻野兔 灰的還什麼顏色的 灰的 剛剛看了一隻野兔在前面 還在呢 我要過去它就跑了 野兔才賊呢 這山這個斗 這能吃嗎 天哪 這種全是蟲子不能吃了 是歸是 但不能吃了 再長小咬了 我都沒看到 又是一大片 今天秋天蘑菇長得真好 格外的香 真過癮 瞧瞧的 喵喵的 這整了一大堆沒地方放 我媽把頭捅走了 我得呼救我媽